在打军机之前 我觉得我们队的状态 还有氛围都很好 所以我是想过能三比赢他们的 我们输给京东的比赛之后 我们确实学到了很多 我们改成了一些英雄上的VP 还有让我们选手自己的打法 让我们团队更稳健一点 然后去准备下一场比赛 机器人这个英雄确实是 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英雄 因为他这个英雄的Q技能 CD比较长 而且运踪率不够稳定 我对这个英雄还是蛮有自信的 我觉得我玩的话 我还会继续选择这个英雄 GENG是LCK的冠军 所以我们赢了他们还是非常开心的 觉得我们MSI的真实目标 就是击败一支韩国队吧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了 然后虽然我们没有拿LPL的奖杯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 就是我们版本理解不够好 但现在我们版本理解也足够好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拿到MSI的奖杯 来吧第二局的BPL 蓝色方的T1红色方的BLG 上来的话还是要三班打野吧 但这一把有可能T1会开大树 我觉得毕竟他们在蓝色方吧 对蓝色方确实没有必要办 对的 我觉得开大树的话就是安妮跟大树做一个交换吧 安妮还是要办啊 还是比较尊重飞客这个安妮 那奎桑技也要办 是的 那这样可能要放金克斯出去 放大树放金克斯 而对于BLG来讲 我觉得这个大树打野 对牙膏的考验比较大 因为牙膏的AD中单英雄玩的相对比较少 他基本上比较自信的是这个中单解私 剩下的像中单小炮啊 永恒什么他玩的比别的中单还是要少 实在不行可能就双AP了 哦 哦 半格温 这样把赛恩的优先级提的巨高 嗯 蓝色方赛恩感觉没什么说法 是你一级也没套路啊 北桑技还是半 尊重飞客这两手 没问题 大树 那金克斯首先要选吧 是的 对吧 就看金克斯加啥了 要不然就金克斯加落 或者金克斯加露露 对吧 要不要金克斯加露 主要是这把还有露在 嗯 而且你还能拆对面的霞 追求对线的话就露露 对 金克斯加露露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追求开团 也不连动的话露其实也可以 还是露露 还是追求对线 上一把的这个辅助没问题 7万会不会拿杰斯这种运手啊 因为大树打野的话 杰斯 对飞客小炮杰斯都能拿 对的 但下路得先出的 就看一下T1下路这把选什么 就你是厄非流斯加一个钩子 还是你继续下落 对吧 厄非流斯加机器人 大树跟机器人其实也是有combo的 是的 然后命中之后钩是必中的 这把真的是可以来个钩子的 对于T1来说 要不要在第三手直接就把钩子出了 来了钩子 另一个钩子 摇摆钩子 对啊 这摇摆钩子 没问题 那说实话 KRA的钩子可能正让人害怕一些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希望这个太坦 我们有点希望是中路 这时候看看怎么出啊 可以出打野 因为薰贝针对的很厉害 在第二轮 如果再继续让对面这个搬打野 如果这里拿的话 好像只有牙膏的狐狸了 或者 先出三 上单的赛恩 这把因为没有这个上路的隔温了 但这把我们有机会搞一级的套路啊 因为特斯是可以一级推线 直接配合赛恩越的 看看 BL7进去怎么说 把菲克尔的这个中单小炮先搬了 小炮都搬了 杰斯也可以搬 对 小炮杰斯一半 让你中单 没有英雄可用 把这个泰坦逼到中路 这个战术就成功一半了 但这手赛恩选出来 就怕周四来手 剑击什么的 其实T1 前排已经很扎实了 就怕来手单单 但对于T1来讲 他们要注意的还是 一是狐狸 二是昨天 已经前天京东已经展示过的 这个朱妹加塞拉斯 对吧 这个组合 其实如果你是泰坦中路 会非常怕这个组合 看看杰斯要不要也搬了 我觉得杰斯得搬 杰斯搬了吧 拿个赛拉斯 杰斯真得搬 刚刚如果有 赛拉斯就 赛拉斯挺好的 太坦大 大树大 都是T0大 对 有自信的话 我觉得就赛拉斯 10代不幸还有一些 盐血保底嘛 哦 他还是 爽钩 防止你摇摆嘛 对 因为钩子的这个英雄 这个机器的这个英雄嘛 露露是比较怕的 搬了冰哥的角 那你赛恩 赛恩摇摆 当初上路 换神版本赛恩打 赛恩确实是好打的 防得这么彻底啊 看看这手要不要直接出打眼 这把猪妹还可以啊 感觉主要猪妹打大树 可以探 可以探那个大树的种子 而且猪妹前面 如果你出入 再出一个像赛拉斯 感觉不错 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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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决 啊 看了两天 LCK的千决 无一获胜啊 这边LPL第一千决 申请出战 是时候教学一把 教你们千决怎么玩了 但是话别说太早 哈哈哈 先看看这种 没事赛前不黄吗 看一下T1 主要还是这个泰坦怎么走 嗯 哇要杰斯 杰斯了 没办杰斯 还是可能有点伏笔 但我觉得保护下路吧 也能理解 凯南 凯南 凯南走上杰斯走中 哇这个阵容有点狠 T1这个阵容 应该是整个春天 濡缩下来最强的那套阵容 而且这个杰斯打中单 塞拉斯也好 加里奥也好 是有优势的 主要这把没猪妹啊 就是你 如果是塞拉斯加猪 没那么怕杰斯 但千绝加塞拉斯 前面安排不太了 这个阵容 我觉得这把塞拉斯 嫌弃好难玩呀 对线还难玩 真难玩 锁了 自信 看这把三个好大 三个T0 凯南大招也是G0 对就看团战了 高高 高低把撞得还可以啊 上来挺清醒的 对 高高这把对线稍微看看压 打团要发挥的 是的 我们在伦敦当地的时间是中午12点开始比赛 其实选手早上我们9点多下楼的时候就已经在准备出发了 都在打哈欠 这个作息高高很精神 我看BLG五个人出来四个人打哈欠高高这个笑容满面 给我打了个招呼上车了 实际上也有作息 但这把不得不说中上这个对线啊 T1都是有绝对的线权优势的 都是长手打短手 是 而且T1这个阵容一旦站住视野太厉害了 无论是杰斯的poke凯南的绕后 还是正面这个大树跟泰坦的双开 这把这个阵容 我觉得T1在蓝色方已经是选到这个版本能选到最好的阵容 这个阵容不能怪BP了 这把BP我感觉选的挺好的 T1 This is for you 我已经给你们选了一套 应该说在第二局都拿出来最好的阵容了 但对于BLG来讲 依然延续了把球交给奥克的阵容选择 有一个巨幅的这个I love you Kira的横幅 也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我觉得打法 最有观赏性的两名辅助啊 Kira跟奥 都挺帅的 看一下BLG跟T1的第二局 第一盘BLG在一度落后水龙魂 包括大龙的情况下 一局翻盘 一波结束比赛 第二盘我觉得T1的中上是选择了 对线优势很大的英雄组合 由邀机要想整点套路 有赛恩必进啊 由赛恩不进感觉现在很吃亏 但T1是这个套路玩的也比较多的 他们应该会有所防备 对但从艺术上来说的话 其实BLG思维斯更厉害一点 有双射手 先骗了一个扫 这边还有一个千决的扫 T1第一时间并没有着急插眼啊 他们也很清楚 BLG进来是一定会开扫的 那BLG这个选择就是上路阿兵要牺牲一下 然后保证野区跟下路一定是优势的 这两个扫都没有扫到对方的眼 不过还是可以换野区的 现在主流的防法 一是让大树刷下来直接认怂 二就是说还有一种开法 是把那个石头人吃了 对 那边都有防范了 所以他会放眼 石头人的眼被牌了 过来偷一波钱 那这样大树选择自己在上半区三郎开 先打F6嘛 配合打得比较快 一级不敢走这个地方呀 主要一级被鲁鲁克斯追着点点不过 乌鲁鲁克斯跟凯瑞啊有想法 这个位置配合一个二级下来的大树 两个人想往上靠阻止对面扫自己的红 但这样下路 金克斯直接本推就可以了呀 是的 那一定会过来 顾玛玉打KRUN啊这个选择还不错 下路冰箱金塔了 大树人很聪明啊 不让大树过来先把石头人补拉 而且顾玛玉斯你现在一个刀吃不到 只吃了一个小石头人 给你自爆了 冰哥上路也不期限了 T1的下路这个塔也是萌萌的补三个人直接过来了 不别回线 不玩游戏了 你要太坦吃你就太坦吃吧 不别回线 都别玩 乌玛就一刀 都别玩 你来啊 硬来 想现在A个爆破 算了不敢A了不敢A了 哎 公众一下 小心小心小心给治疗 还好没有供应到塔的仇恨 走吧走吧 上路太亏了 上路 别下路就别上路亏 真晕了 上路太多玩 贝博冰哥也吃麻了 小礼物也是 自爆流对吧 赛恩跟你这个 扼非流自自爆 主要只有赛恩能这么玩 现在这个游戏里 一级打三级 哦呦 一级打三级 没办法 赛恩这样玩的话就抗压嘛 肯南打凯南其实也是要抗压的 主要其他的上单不支持这样玩 对 只有赛恩可以这样 公路看高高这个斧刀状态还不错 主要他们这个看到大蜀回房 第一时间变招 去把石头人吃了很公平 对 他这波没亏 如果真的硬拼那个红 万一大树过来把他给我猛逞了 梦果不堪设想 但是阿尼是守住了自己的红 而且要进 薰的野区啊 这波进感觉 有点来不及防守 但对于薰讲 如果这个印记能刷下核蟹 他就可以接受 是的 就这个印记 来了来了 没问题 这就是千诀王的运气 是吧 这个印记直接刷在脸上了 这波运针的核蟹 我骂不给了 哎能动下飞客感觉 这个位置能骚扰一下 要看飞客会不会给机会 打一行都来了 来了有机会啊 拉到 飞客先打一个 稍微猛冲拉开 但不确定大树的位置 所以现在要稍微小心一点 刚刚F6看到大树往左边拉了 其实这样也可以啊 都长得打F6 打一波大树 被大树Q开了 但大树这个位置呢 屏住不交闪 牙膏也来了 大树必须要闪了 凯南也闪 这个位置牙膏们许很危险 抓屁还在路上啊 许可他要先死了 是这边跑了 牙膏能不能换掉凯南 没有蓝了 交了一个闪现 阿斌想救人 但自己闪过来 也打不过三个呀 哇 这波是高级了 阿斌想 换牙膏火 确实换到了 对 阿斌是记牙膏死了 主要熏这个闪现 没道理了 熏有点上头了 其实这我把大树赶走 把核蟹一吃 把核蟹一吃就很赚了 就那个核蟹 包括F6 其实都能守住的 对 感觉没有注意上路的平线 这次来的太快了 不太好局了其实 阿斌根本就牙膏没蓝了 这个时候已经 这波打完的话 死掉了上野两兄弟 闪现鞋确实没必要交 而且他被昂得 也是击击的击飞 太难追了 我觉得到这里回去 直接往中路走也能走 对 有点高伏地的战斗力了 还是就自然叹快了 是的 这把是一个噩梦难度的开局 不要 BLG开局不力 前面我们也说了 BLG跟从其实中上的堆线 本来也不好打 现在再次的加大了难度 而且这波给大树两个头 有点小难受 大树一会儿这个血量装 出的比较快的话 他那个种子的效果太好了 这把BLG这个阵容 3N不在正面 没有太多能探草的人 挺难受的 而且视野会被那个种子 搞得很烦 哎 小虫KRA 勾强 但是千诀在边上 KRA把闪线交出来 露露跟闪 被草丛卡视野了 好难受 想闪线变阳的 但是草丛KRA钻进去了 是 BLG今天打的确实 会比较着急啊 几个闪线 都是进攻闪 想强行留人 但是这个闪线也是白废了 还想动飞克 飞克这个时候是 还有闪线啊 没那么好抓 看能不能打个闪吧 六级 过来 先利用迅速一个位移 打出三环 闪都不想交吗 这就你也要队闪的 就一定要可以说最大话吗 太闪了 那闪线跟性命都交了吗 不是 我感觉他直接看到千询 直接一闪 没完一闪就走了 他非要站在原地 然后被牙膏的二轮一拉到了 他被强弩掳到 再闪就死了 把夏日猛虫上一波换血好像用过了 没夏日猛虫他得直接交闪了 太省了 主要现在的问题是 他这个闪一交 高斯哥如果一会儿能偷那个大树大 他很难受 而且我只能说这个人头 给比较级中野盘活了 本来千诀跟赛拉斯都很难打的 现在给高高拿到一个头 这把中路压高级队员情况还挺不错的 其实内波三为三之前 中路刀是一直平着的 至少没被压的 对 这个人头很关键啊 雪中送炭 宾哥还没有六级 这个时候五级赛人挺容易死 没闪的 想弄宾哥 收拾出来 应该是有意思 有预解 先溜 这把宾哥是究极难受的 得个火箭打断一下 可惜擦肩而过 但宾哥这个线有点难受 宾哥这把 只能是等着打团了 有一把伤心高高啊 这个赛拉斯团战空间是很大的 这把好大太多了 前期有人头 确实得看高高发挥了 然后薰慢慢的刷吧 有陈界 还是被奥奥给抢到 下半区的对线 因为一级所带来的领先吧 金克斯本身就能推线 现在已经在支度层了 但是奥奥奥还是抓住了 上路的一个优势 直接选择洞下路前锋 那能不能把这个小龙处理掉啊 对方的打野在上路 对小龙是保底可以换到的 最好的情况就是 怎么去下路越一步 薰想先去对方野区 然后再上机会 有视野看到了已经 没进那个草 打龙了打龙了 他看到那个先锋掉的信息 他应该意识到 对就打小龙吧 对不能反红了 主要这波反红有可能来不及一会儿了 打个保底的资源 这把宙斯会很肥 无压力发育的一个凯南 其实这把的阵容 我觉得标记跟上板还是比较像的 还是要保双射手 后排输出 哎火箭耗血 直接打盘 但是被勾到了 回身被罪名定住 不过顾满于是害怕自己被秒直接交了闪现 请问一下 打不了 穿逼打不了 站在边线中间也被打不了到了 这个打不到了 二都被勾了 哎三个杀 还没拍出来 被拍出来了 这波差点被薰救下来了 但人头是泰坦的还可以 人头是泰坦的问题不大 啊 中路也打起来 然后就被那个单挑 没蓝了又没蓝了 主要他为了保证对线 他还是先出了法强庄 这个蓝确实有点迟劲 这波差一点啊 能救下来 虚实闪现QR 大招想救艾奥克 是的 艾奥克的怪W 但是开热毁击的怪狗 而且奥德尔这个Q有点有点果断 奥德尔这个Q把金克斯拍出去了 对 换线了 把赛恩稍微解放一下吧 主要赛恩这个玩的太土了 让他去下面一扛二都比 让他在这挨凯南独打枪 主要再不换线 这个凯南就无敌了 是的 他一直在吃塔皮 是的 换线压制下凯南了 对 哎 哎呦宙斯这边好有经验啊 大家想撞 带下货 减速 哎 逼个闪吧 其实这波如果宙斯不先退 可能会 有机会杀他 但宙斯看到下路已经没人上线 直接撤了这波 要自己得越 要自己得越 把这周知得越了 哇 这波的路上 这波姑妈 下路最近来不及了 又得越 姑妈 别换打满了 要给压力的 要把周知赶走 有先锋 换不过 那对方应该是 会先拿下 一学塔 主要这波赛恩没踢 这种换线就是你赛恩第一时间下不去的话 你上路又没越成就很难受 这波换线其实挺伤的 而且三又没车 回不来 这个二堂也要被撞了 几万拿先锋 换经济这一套 他们太熟练了 是的 这波换线换的有点拨 这样的话 把经济给换开了 经济拉开了 是的 现在露露只要不露头 凯南是不敢敢出来吃剑的 上次艾伙克也能吃一个塔 但那其实这样不亏啊 标记完全不亏 主要还是受伤的永远是兵哥呀 哈哈哈 两边上台都受伤 主要受伤的一直是兵哥 很难受 今天艾伙这个手感太火热了 我这个W都中了 再看一下 很乖 哇 你看 哎 那个小兵被 夹走了一趟没有 那个进展小兵 没办法挡到 有一个小兵做逃兵了 但后续这个怪勾也是穿兵哦 两边都穿了个兵 都玩怪的在这边 是的 哇 这个鸡飞 气啊 大叔这个Q记得 哎 上路送宙斯 有机会秒掉 成杀就是没杀 有了三环拿上 轩也拿到宙斯的人头 而且高子哥直接跟宙斯原地对电 哈哈 你电我也电 我来转三了 三车 有没有 反向开车 将往河道开吗 兵哥怎么说 或者闪现开车都可以 先被爆了一下 闪现开车 闪现开吧 闪现开吧 只能闪现开了 这个就看兵哥觉得自己命值不值钱了 敢留静的吧 啊 被闪现状了 闪翻闪 那也行啊 换个大叔闪 我还行 而且还能把这锅线吃了 这个现在就是停机赛马了呀 赶紧把线吃了 赛恩现在就没什么用了 没办法 这把兵哥 但两边伤害都被针对的话 其实赛恩也能接受啊 赛恩反正这英雄 比起凯南来说是顿不支装备的 腿哥你说刚才看见那个大叔第一时间闪现开能不能走 我敢听时间兵哥可能想死的 哈哈哈哈 他觉得自己的闪现 将前狂风 飞哥里面被A了一炮 但是可惜 火箭差十秒 火箭现在刚刚要好 刚才要有火箭有机会打个闪 隔墙咬了一套奥特尔啊 龙还有一分钟 还可以 经济咬住了 是的 主要这波团还是大树很肥啊 所以对于比较机来讲 第一波还是要小心这个大树开大之后 配合泰坦勾这一套 经济上面F还是领先的 上路过后比较的大 下半区 走私装一下 二要单杀的话绝对杀不了阳高 高高这波应该也偷不了凯南大 还是看看来正面偷个大树或者泰坦的比较好 杰瑟瑟现在碰过还是比较强势的 有一个新时 ADC是领先 拿上塔上塔上路 上路 看看是赛恩骑过来守着塔 封龙魂 哎 开出 啊 啊 啊 什么意思 重死 怎么突然在塔下就赛恩遇到了 被落后50刀的赛恩单杀了 哎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 他看冰哥太瘦弱了 给口肉吃吧 他太温柔了 他太温柔了 他接受不了看对面冰哥这么求 给口肉吃 都是往南上单的 知道对方的苦啊 哎 那这波送完很关键啊 哎 冰哥也肥肥的 主要这波下来 看见冰哥还在这点塔 哦 等到Q上了 哦 你还 不意见这个Q Q了一下 冰哥 他真的我哭死 我只能说 我真哭死 你小子 哈哈 冰哥 这个单杀 要冰哥自己都没想到 冰哥微微一笑 真想不到 冰哥一看 原来败者组决赛 对你来说也是决赛呀 好兄弟 他现在经纪 完全追回来了呀 是的 对吧 其实前面就是冰哥这个点 主要是落后的 然后这个头把贾修送出来了 这挺没道理的 哎呀 我们前面说了 比较这前期中上稳住 团战是好打的 这赛拉斯 很有空间啊 这把高高 对 前期踢完是吸射了 下路的优势换了上路优势结果 就是送了 改复吧 游戏跟开车是比较难受的 他也不想要这白来的优势 他想把优势打架 我们再公平发行一把 可以 呵呵 我不想让下路抢走 门属于我的荣誉 上单的尊严 我先把你送到跟你经济一样 然后我再给你开始代线 现在游戏刚刚开始啊 从上单这条线 那现在一线又朝着比较 有力的方向发展了 主要现在金克斯占中线 这个推线的能力还是强太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版本金克斯 真的太厉害了 就是他在对线到中路转线 再到达到大楼挂鼓 都是几乎不减的 现在几条线的分线 比较近比较少了 哎 抢了 哎 舒服 哎 我现在这个手感有点好 盲居 舒服 直接抢到 手感来了 挡都挡不住 小高在侧翼 大树要给大了 进化也会要小心 给我们治疗 给加速 先拉开 有进化问题不大 进化解了 而且回身还想再凶你 反手偷了个凯南的 今天反正标记这个状态 我看出来 打就是黄 就弄 对 不许你的 我觉得节奏已经好起来了 慢慢把河谢视野都控一下 几条线的兵线都推过来 还能推下中路吗 这波牙膏是由凯南大的 兵哥在侧翼给压力 对方的中伤在往过赶 这波大树没大 对方没有反制手段 推一个中塔溜就可以了 不用上口 没问题 中塔拿掉 回家找机会补一波 再出来看这条龙 毕竟现在有一个中路一塔的优势 但是对于T1来讲 这波有个先锋 前期天崩的一个开局打回来了 主要还是上路那波也须一送完 感觉已经有点难了 但下路还是找到机会了 对面我感觉中上都挺给机会的 是吧 第一波杰斯也是神闪 凯南这波就不弹了 最难打的两条线啊 对方的中伤都给了机会 BLG把局面追回来 赛恩的发育 赛拉斯的发育 都还是不错 还有一分钟刷风炉 T1这条龙怎么都得来了吧 我感觉这条龙 T1要是再放 但他们这个装备 现在其实杰斯的摩签 没有做出来之前 资料率是比较弱的 就没到杰斯最强两件套 对 T1来接感的标击机会很大 兵哥这边是把数银鞋撤销了 又买了个护甲鞋 T1这个走位是打算换金机了 知道自己双C没有两件套 确实也不太好接 那放的话 BLG龙就听牌了 这把是个风龙 有点小难受 风龙确实体称有点小 对这个阵容 T1都能放 那你放我就接啊 12级打11级 现在等级也是完全不落后的 压高下半区也马先带过去 还在反F6 这个F6又被基克斯吃掉了 很舒服 C17这个节奏 小龙还有10秒钟刷新 先锋放出来 能打一个 有点肉 二先锋 能不能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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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被小便吸引了 对面全乱了呀 跑兵线 对面全乱了 我感觉 有点像昨天真击那个感觉了 而且这条龙 T1也得放啊 杰斯一直不来正面 龙必须要放 来了来了来了 龙也听牌了 20分钟不到 T1全乱了 本来想的是保底先锋吃个一套 连过先锋也没装出来 那现在 那他这一波不打其实还是挺理智的 等下一波双C2两间套 嗯 但标记是这种扎实啊 对 然后5v5就让冰哥点在前面 不过后期肯定不虚啊 又有软斧对吧 双射手 赛拉斯跟那个赛恩的成长性 也比你中上强啊 对 杰斯这发育 感觉打团作用会比较小了 是的 跟我拖后期 我肯定是能接受的 哎 现在T1拔不掉BLG的中塔 视野也很难顾过河道 你这样一个钩子阵容配合大叔 也很难把视野做得特别深入 赛拉斯也就做出了精神 感觉T1就像all in最后一波龙团了 嗯 飞可的摩切倒是有了 嗯 两边的经济持平 而且目前为止 我觉得T1的这个分线啊 被BLG搞得也挺难受的 因为这个赛恩出了个布甲杰开始 他就一直去找杰斯带 然后让赛拉斯不停的去找凯南带 这样两条单人线进攻都很舒服 抱歉BLG都很舒服 是的 而且凯南面对赛拉斯 要时刻小心的 就是刚才上路那种情况 他会偷你打开你 嗯 在阿斯托看来大师本人比较太难了 是的 也有炫营效果 杰斯现在12级 说实话打牙关不仅打得过 单单线 就等风龙魂吧 对稳一点 大叔直接搞了个蓝盾啊 挺肉的 Honor 但是我把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了 对大叔的上限就在这了 对而且他是这种纯工具术 就是肉装相位大叔 杀猫 但还是要小心打团开c位吧 因为面对前面的几天的比赛里都出现过这个Honor 最后打团这个大叔抱c位 然后秒了的情况 所以还是得小心这一手 对 现在需要提防的就是对方上野 特别是宙斯这个坎南 如果能垫一个好大的话 比较前还是会比较危险 而且这把也没虚弱吧 对 一定要注意 一个坎南一个泰坦 打起来了 小三尺寿司 但是被扛 被防御塔打了几下 哦他就配合的 把火箭送空了 这时候兵哥也来到中边 主要上路的线有点烂 兵哥没什么事情干这段时间 但因为中塔的领先啊 河道的视野两把BLC的领先 都非常明显 你可以看到每一波 其实T1都因为这个视野 很难往里走 是的 并且薰这一波也吃到了 自己的第四层影迹 很关键 距离直接加75 他们这把选到大叔 就是想有效的让视野上面 不像上一句那么差 但是还是因为前期的劣势 这个大叔都改变不了 打团前你要剥黑 看视野的情况 这把游戏就看下一波小龙团了呀 一波团的是 但是这把因为是个风落魂 T1得小心一下 T1等会放小龙 直接去抓大罗 这个是标记得稍微注意一下 对 主要有饿飞流斯才 饿飞流斯装备也有两件套 组 Una分钟啦 关键团啊 入战卷战时间来临 看啊这边中上能不能回家捕一些的 关键装备 还有个三件了 哦 艾伯这个装备很踏实 装备太好了 领先了顾玛与C 小一件装备吧 感觉兵哥这边可能还差点钱 来了 来了 阿斌也在往正面靠 这个时候开始抢河道视野 大树想过来扔种子 鲁鲁直接把这个视野给抢回来 而且现在中线的部分一直推不过金特斯 赛恩也不回家了 应该钱不够 直接来正面 塞拉斯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T1很难受 主要又进入到没有河道视野的阶段 而且双射手抓中是很快的 比较就可以尝试抓的 宾哥往前顶 一个Q把carria给吸飞了 但没有人能够开先手 可以拉开 而且有点忌惮在对面往上拉 所以BLG还在把中线站住 走私就在边上 但这个位置 宾哥拒顶 宾哥一直往前顶 可以 没有偷到 还要往后射 能偷一个凯南大吗 在那边没视野 很想偷啊 主要是T1一直在给大龙压力 BLG让千拳去solo 然后让自己的剩下四个人看 这个选择没问题啊 没有任何问题 千拳打得很快的 那对面必须要做抉择了 你打还是让 BLG要来了 先拿风龙魂 再来大龙魂 T1这边再赌 想通想通啊 小龙打掉了 carria开团了 开的一般般 只开到了一个啊 正面凯南想进场 电奥哥闪出来了 奥哥这边凯南拉扯 露露大眼给到 阿比拳进去 这边凯南拉扯 把贝克签字了 九死要死 凯南转 奥哥 凯南转解释罢了 能不能一波 好像杀不了欧背流死 打大龙上的 打大龙脱 programme 上一波还是大龙大龙 大龙大龙 可惜了 阿比拳死了这一波了 这波关键的牙盖 拖到大师大反手 保护了他的后把 按部也是按住自己的闪现 是的 他没很快 凯南交下的线 就发现 não 交出来了 主要这波 甚至不用千决开大 这个团战就能打赢 已经随便打了 拉到了 他到了 三尚 高高 刘汉 刘汉 严确 直接送他回家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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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万5 你4打5也打不过 5打4也打不过 这场战战太漂亮了 怎么打都打不过了 踢完这波是正面的一个引多打扫 都没有拿下标记 先是正面这个中上开的好 然后第一时间金克斯被太太大的时候 没有人能跟进 对啊也办法挡了一钩 先往后拉 进化解完 看你交响 我再这么紧接交响 啊 这个偷来大树他太爽了 哎 也许又流出了 高高又拉到了 有太坦大 直接打大树 又连了 点不到吧 点到了 高高又拉到了 高高像战神一样 三千个人全决一枪打到自己 大低流人口 不要紧有机会一波 什么意思 薰 没有大 没有大 没关系 阿兵帮忙扛塔薰先下来 对面只有一个双C 3C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 有机会儿运波吗 好像想尝试一下 有GP的 再拿着脱出帽子 可以尝试可以尝试 像GP绑地 装有千绝啊 最后不仅可以千绝 直接开打 哎打的 狂风 他要给杀疯了 就两次拿下 再偷一个杰斯 偷变成杰斯点塔 非常快 正面应该是一波跳了 有千绝的 不行就开打点塔呗 直接开打 千绝开打了 五毛鞋也想进来踩踩 这是我的大 五毛鞋也倒了 B2G 拆心地 2比0 赛前很多人说 两队的实力差距有点大 目前来看 确实有点大 确实有点大 接连抓住了 T1中上两边给出的失误 而且两军游戏 其实B2G的下路 一直都是领先的 对 并且中路的牙刀对线 完全不落下 甚至优势 再次恭喜B2G 2比0 手握赛点